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九龙城的方向 即是花开公园那边 另一边的嘉然街 到旺角大学咀的方向 尼登岛那边的方向 连着洗衣街 一直由嘉然街一直走到豉油街那边 看看情况是怎样 今天是平安夜 应该放假的 加上礼拜 人流应该有一些 在旺角 因为现在这段线是太子这段 人流就普通了 现在是酒楼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这边 我都普通没有开 这段是比较静一点的 这段洗衣街也是 这段洗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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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普通没有开心 这段洗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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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卖花仗的地方 这段洗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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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卖花的地方 盛宛的地方 圣诞的花价 应该没有什么改变 看到这些 兰花是48元 很辛苦 錢也不太貴 現在還未過年 這也是十元 這也是好像蘭花水圈 我看到水仙球 這應該是教會的 其實不在花園 不是很多麵包 其實也是 花區道,平時已經花區的特地 不是這麼窄 今天的人流也不是很多 只是很多人 平時星期日也有很多人 但今天感覺很普通 很多人都買了這些水仙球 很多人都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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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馬路 這裡有直行過不了 你過來花園架 過馬路 很多花賣 我可以買了 先去馬路 先去旅行 是市道西 去九龙城的方向 在上面是帝京酒店 是市道西另一面 再到尼尊渡和泰國咀的方向 現在已經覺得馬路了 是 由這邊走到另一邊的食衣街 這間店有很多賣山 現在都轉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店 看得到 正面望上去就是伊莉莎白中學 剛才把樹蓋遮住在後面 上野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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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街都是清净的 这条街都是清净的 和名士都是 樓宇都拆了 現在正在重建 今天天色已經好很多了 溫度也升了一點 前幾天只有8-10度 今天你走過街上也看到 一邊有18-19度 現在走得舒服很多 外面也有很多根告 午餐在這裏 外面也有很多外國人 外面也有很多插 Iraq 外面也有很多外國人 外面也有很多外國人 这边是佛街 佛街人量真的多一点 这边像近花园街和金鱼街 人量很高 这边有点浮沫 真有点浮沫 这些店铺在韩国有很多店铺 不知是否转了手机都转了一半 平安夜了 我想这些食物都要减减 很厉害 很厉害 又好久已经闻到榴莲的味道 开始 这间店铺很厉害 就是这间 刚才在街头已经闻到榴莲的味道 这间店铺 这间店铺 差不多走到榴莲 现在已经闻到榴莲 既然在既然间店铺 也有很多外景 在既然间店铺 在这里休息 看看吧 这间店铺 看着这间店铺 让大家看看 原来也不少 就看到吧 真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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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海骨 鹤身的外面 鹤馬鹵 鹤馬鹵 这些零食店 很多人都买些礼物 这些都可以的 这几间无形口 这一段很多人都买了 这一段有很多人 这一段 这一段都已经拆掉了 这一段都买脆了 看看何時發展到商場 千里大辣很多年了 這間沒那麼高 有五六十元都不為過 很流 其實這幾間應該是韓燒的 這間可能是夜晚才開 但應該中間有間經常買古早蛋糕 可能都已經結業了 現在的業情況都很好見 去到街旺了 街旺是中心了 現在的路口是阿加魯街 是這個路口 就是阿加魯街 我們來看看阿加魯街的情況 這方向,亞加魯街到九龍城那邊的方向 另一方亞加魯街,出快彼敦道為大國咀的方向 差不多是馬路 直往洗衣街,一直走到快樂小洋溪的豉油街方向 直到一層,改建了之後,變成一個新世界的發展項目了 後面連著波鞋街,整個一齊改建了 對面一欄,看到很多人都在等待整間 對面一齊改建了 ун啊 伐露神街 面對的是墨花手球場 之前防疫時 都用来做檢查中心 哦,拖到馬路就差不多了 金雞廣場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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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也要吃很多人 我已經吃了很多人 小朋友 我已經吃了很多人 豬油在這個位置 這邊是沙東街 這裡是優才師練 有一個雷射 快到了豬油街了 四街大園 四街大園 還有小店 四街大園 來到豬油街 剛剛去到豬油街 這邊是延步旁街的方向 豬油街另一邊 是延步旁街的方向 跟我們拍一次洗衣街 我們今集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對著一些意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